今天我們看了老師的課 好像那個 一般台灣的山上的趙林 好像都是比較多餘的 因為它是先破壞在種樹 因為我本身是住在平地 這是彰化 現在我們可能一些農田 他今年休耕的政策 又會改變 所以現在面臨的 就是平地趙林的問題 他的 平地趙林的價值 他20年後 是怎麼來處理 這一個趙林的政策 因為現在 我們所知道 林務己所推廣的四種 幾乎 在平地上應該 不適合 都是垃圾 不要講垃圾 不要講垃圾 而且發展到幾年之後 對 因為平地本身 平地的一些 水土寶石 跟我們環境的一些 作用可能 我們還是要考量 那如果說 我們只是為了很多農民 只是為了領 他的優厚的補助 那可能 你講的是那五十三萬啊 五十六萬 現在五十六萬 一公頃那個啊 對 因為農地造林是不一樣喔 農地造林價格不同 像延寅縣的話 他有六星回饋 他的補助會比較高 但是我發現到說 因為 了解生態以後 去看了一些平地造林 台唐很多的造林地之後 他所應譯出來的一些生態 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好 因為他可能缺乏的 就是一些配套的設施 像他沒有一個那個水池 沒有很多的一些 增態的一些功能 那他光是種樹的話 可能他連灌溉的一些動作 都比種水道還還少的話 那根本就沒有達到一些 增態平衡的一些功能 那像那麼多的樹種 在我們平地來栽種的話 是不是二十年他的期限到之後 那一些樹種 那一些浪費國家 那麼多的一些納稅人的錢 那怎麼來處理這一些造林的土地呢 謝謝 沒有人要衰贏 未來怎樣 今天能夠過去他們這樣就好了 第二 你們在簽那個農曆造林 靈曆造林的時候 有沒有簽 將來我生產的木材 你要保駕收購 有沒有 觀點在這裡 你知道農委會要輔助農民 最重要的是 我種了這個稻米 你將來一進要跟我買多少 我就安心了 這叫保駕收購 沒有哪一個觀點 你現在敢承諾這一點 第三 台灣平地造林 根本不是什麼生態以後 那只是另外一種肺態 那涉及到農地政策的調整 OK 沒有任何一個官員在乎 以後他要做什麼用 他只是要安對心 他只是要安對心 因為有的時候生產過剩 見價喪農 讓你修耕 有他的辦法 所以重點 農地造林跟平地造林 又不一樣 農地造林 基本上是調整市場機制 而沒有在考慮生態什麼態 弄什麼水池 至於造林要造什麼水池 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不覺得那個沒有意義 所以關鍵在這裡 OK 那你就不必去強調 農地造林 有什麼生態肯定 那基本上是給農民的 寶價收過的一種方式 是給他安定民生的方式 至於那個 如果農地上造的樹 將來在市場機制上 台灣能夠產生很大 利用這一些木材的作用的 有這樣的配套措施 那台灣的官員 還有一點良心跟智能 很不錯 就可以發展 真的 你知道台灣的林業 以前都引進美國 系統那個機制都很大 你知道嗎 像塊木那麼大的 用那個大機制一計 光是那個地師膚啊 計下來就多大體積 所以台灣只要 那種機器只要處理小的樹 一顆一切 哇全部都變膚啦 還有什麼可以利用 所以只能看大建物 那麼台灣應該扭轉成為 自己有一套東西 小小的樹 我們都可以把這個木材纖維 利用到淋漓盡致 如果要做農地造林 就要想到五年收成 我們要用這些木材 配合這樣的技術 不只是造林 包括木材生產的種種的加工的特技 配合工廠 研發一體成形 東馬民國官員在做事 沒有都只有考慮到他自己 要提起什麼樣的問題 佛統一佛教統一佛 所以我直接回答你啊 你不用擔心那些 因為那個從來在政府單位 沒有在司法 我只是舉一個例喔 像這個例子下來 我可以講幾十項 應該做的樹木一起做 更不要說他們現在那種 所謂的 這個叫做什麼 從李登輝那個時代開始 到現在馬英九要加碼做的這些什麼 砍大樹種小樹 這些所謂的 造理的這些事情 你也知道他是胡扯 他沒有胡扯啦 他有他的意義 那就是讓農民安心 OK 聽一下喔 因為現在可能 一般演藝業者 跟外面的很多 因為我本身從事 演藝工作 那想請教老師的就是說 以老師生態的角度來看 因為現在很多朋友 他要造林的話 他可能會請教我們說 應該種哪一些 比較高經濟的 植物比較好 那因為可能最近 最近這一兩年 有很多企業家 他把打小白球的時間 放在 種一些平原樹的投資 最方便 那最近可能 鼎青集團 在永靖 他有一個 何德遠的老家 從那個整修 那最近也買了 一顆黑松兩千萬 當然 那個 他的價值跟老師 在山上看的應該 還差很多 但是現在就是說 日本黑松嗎 對 日本黑松 對外來種 他們那種 跟那個所謂什麼樣的草咒一樣 對 那現在社會已經跟植物已經跟事態完全沒有 完全不一樣 我知道 現在就是說 可能很多農民 他要造領的四種 他可能就是 會 選擇 柔安松 日本黑松 珍柏 珍柏 珍柏也是日本的 那 那可能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 原生四種 如果說 用心來栽培的話 也可以 比他們 外來的 還 還有價值 但是 現在就是說 如果說 以我們生態的角度來看的話 還不要談生態 我們直接談你剛才那個價值 等一下你在後段再繼續講 我告訴你 第一個 現在那種草咒生肯 台灣在三十年來 本土樹種 林間的花疫疫苗 已經做得淋漓盡盡 已經恆春苗埔乾乾 三十年前 台灣就做了什麼搖壞燈機 你知道嗎 台灣的商人 跑去蘭里 把蘭里羅安松 野外的 全部挖掉 因為他已經富裕成功 他已經搶了一滴腳 然後 派人去把 所有野生的搶不掉 全世界只有我家有 一顆多少錢 這是一種草咒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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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白犀牛 也是這樣 對所有 這些叫做妙修 會截止截孫的 接著 你提到了那些草咒那些東西 你告訴我的是 台灣人眼中只有錢沒有別的 我們如何幫他找出有利可行的樹種 我昨天在上課那裡 你大概如果聽懂就知道 你如何創造新的價值系統 台灣樹種本來無價 沒有人可以當他平安 跟日本黑松怎麼比 是台灣人自己割掉靈魂 還把日本黑松當作最有價值的 你再講說一顆兩千萬 還有我告訴你 那個都是碰風 鬼撞牆鬼打架 好啦 兩千萬你買到送給你好了 我不要兩千萬 兩萬塊讓你買好了 等一下 下一個手誰要給你買 你要脫手的時候 那一顆有兩千萬嗎 我看很多人還放把火燒掉 你說的都沒上色的鬼啦 一張像我五千萬的就騙鬼啦 那去找一些白癡的講這種話 不要來 那個東西已經不是樹了 你不要把他做的 沒得到兩千萬 那種東西 我已經覺得是邪門 但是台灣人真的像你所說的 只要健全臉開 都會這個錢嗎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我到處看到 很咬不起的人太多了 都是因為講的人 把人家講的那樣子的人 一張白紙有一個黑點 你只盯著黑點看 整張粉都變黑的 所以剛才我們下午晚上都一直在強調 這個社會 因為你的存在而變得更美麗 所以我只有一個建議 我們不必要聽從 台灣人說要錢 所以我就整個 現在台灣的施政就是民力為主 是吧 沒錯啦 我來出來競選 政府提供給人民 需要的 必要的 而不是人民想要的 他想要這麼多 他想要這麼多 他想要天那麼多 他想要地那麼多 我在開營人 運運票 不會付你 政府的功能何在 維持世代正義 維持眼見國家理想 政府不是開百貨公司 不是移工人民想要 那誰想得多啊 到現在 沒有一個政治家嗎 這樣講下去 不會 那如果人民真的是 我們這樣子 主張這什麼的 負責任的 有眼見的 你不欣賞 那你家的事啊 那你就是選擇那些 偷偷手 台灣嫌疾到現在 在被幹什麼 你知道嗎 在不斷的發掘 後代子孫的未來 才來現在耗盡 現在只有逃跑啊 哪有什麼政治眼光 然後呢 練嘴巴 搭水果 說好小威 前面人在想著 應該怎麼做 國家要提供人民的是什麼 需要而已 而不是想要 國家應該接觸的是 遠見 世代公益 當代公益 對全球的責任 對土地的責任 對歷史的責任 什麼叫做政治家 像台灣現在 最應該有的政治家 是怎麼樣 第一個 有歷史史觀 宇宙史觀 人文天文史觀 台灣的整個背景史觀 第二個 既有怎麼樣 既有把台灣最大缺點 轉變成最大優點的 能力跟眼見 第三 怎麼樣 我現在不是在競選 沒有必要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問我這樣的話 那不必啦 我只要做一個民調公司 什麼事情 我問民意就好了 什麼宿總 那你不是問我 去問民意調查公司 喔 然後你羅漢松 可以賣到最高宿總 然後大家 風台炒舟 真的一顆就賣到八千萬 你要那些嗎 你要那些嗎 你問的問題 就不是要問我啦 下一個問題 行 老師我想要問